染疫狂咳 就算康復也还是咳到爆 不少层确诊的患者 以为是长新冠后遗症 但要小心 很有可能是其他病症 台中一名56岁男子 确诊康复后咳了一个月 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但旁人很害怕 因为他在散播病毒 男子赶紧就医 一检查不得了 居然是感染肺结核爆咳 左上肺还破了个 2.5公分的大洞 不断的咳嗽 那谈咳不出来 因为肺部的实质 并没有神经分布 所以并不太会觉得疼痛 医师说长新冠可能有咳嗽 胸闷呼吸困难 胸痛及喘气等症状 但咳嗽也有可能是 激发性病菌感染或肺肿瘤引起 久咳不愈 误以为是确诊后遗症 好在男子最终就医治疗 要不然肺结核严重的话 还可能夺走性命 记者韩正信王世函台中报导 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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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